今天来到金牌了解的是来自浙江的老易一家 老易父子以及老易先生的女儿小易 儿媳妇小燕 小易此行前来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拿回户口本与父亲分户 小易今年26岁 独立立护这样再合理不够的要求 为何需要千里迢迢赶到金牌调解的现场来解决 这样我们感到很困惑 而小易的姐姐告诉我们 她和弟弟有着同样的困扰 老易先生为什么就是不肯给户口本呢 孩子独立难道不是件好事吗 对于原因他似乎不愿意多谈 只是用了这样一句话来解释 我认为我自己是几乎的 我是一家自主 我一杯付货本 一家自主一个付货本在那个主人手上 是不是 可当他提起与儿子女儿之间的关系时 却瞬间红了眼眶 调解现场 老易先生与儿子女儿更是针锋相对 她们的怒火不断生息 小易姐姐最终奋而离场 电话中的这个人与老易一家是什么关系 他又所指何人 一本户口本之争 一个独立立户的请求 又会牵扯出多少恩怨情仇 让我们一同关注今晚的金牌调解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是张燕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胡老师 欢迎您 欢迎场上的观察员们 欢迎大家 欢迎场上的一对当事人 是一对父子 老易先生和小易 在场下还有小易你的姐姐 还有小易你的妻子 都在场下陪着二位一起来调解 想问一下二位 今天来到这 想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那个想跟我父亲分开户口吗 然后我自己管自己的事情 就不受他约束 现在住在一起吗 没有 就是户口在一起 对的 本来户口在一起也没关系 只是说 要户口本拿来用的时候 他不给我 然后才会老师说 现在这个样子吗 要户口本 我室友的时候没给他 有原因 没给他的原因 他没说出来 对那个户口本 我是一直在我手上 我一家只走 一个户口本在我手上 又怎么了 他说我管束了他 我是管束了他 调解一开场 老义先生是未雨泪先流 因为儿子要分户实在是伤了他的心 而他不肯分户 也实在是有自己的一片苦心 老义先生说 儿子要户口本 根本不是所谓的要独立 其实就是要与儿媳妇离婚 按说婚姻自由 离婚本是儿子儿媳之间的问题 可老义先生 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 阻拦儿子离婚呢 你是要拿户口本去离婚的 因为我老婆他都走掉了呀 他也这样说过我呀 他说我不是男的 你连户口本都拿不到呀 这个事情我就说要拿着户口本 就离去离掉呀 但是他就是不给我呀 老义这边 儿子为什么要去拿这个户口本离婚 是他说的 因为你的儿媳妇已经不想过了吗 不是 去年 他个年出现了问题 他清楚鬼 他有人啊 我的态度是要我爷媳妇 跟他和好 他就是我管的 你想保住这个完整的家 对 你是担心他去离婚 是的 我考虑到就是两个孙子的问题 老义先生说 两个孙子 一个四岁 一个两岁 上姐年幼 需要一个完整的家 自从去年儿子闹离婚起 老义先生一直苦苦劝输 可儿子非但不领情 还做出了一个 让他至今回想起来 都倍感心寒的举动 为了这个父母 就先是救我 大王 没想到的 把我儿媳妇 逼着我儿媳妇出去了 两个小孩在他手上 然后他又带不了 要上班 他就送到我床里面 这个小的 就是穿了一件挂子 连裤子都没穿 抱到我 抱到我床里面 我说你为什么要把老婆 那个 我说你自己不检查一下自己 出来他就 就像把我吃掉一样的 他就一拳打到我脸上 接着两脚踢到我的肚子 后来我没办法 我也不敢跟他打 我只有包紧能处理这个事情 那天 哪里像他说的 我追着他过去救一拳 他又不是我仇人 又不是什么的 他就是因为我老婆他走掉 把小孩送去他那里 然后他就当了你妈妈 然后我当时我就顶嘴了 我说既然没 我和我老婆没办法过了 要你一回拿护股本给我 我离掉就离掉我 是不是 他就要动手嘛 他打我 我刚开始挡着 然后他还在说我 然后我就心里气不过 就还手了 小姨就你不管怎么样 你是动了手了 我是动了手 就是感觉他太胡闹了 爸爸刚刚在说这件事的时候 一直在流眼泪 到现在你会不会觉得这件事 应该忍一下 不会啊 你这一拳打下去 你不后悔啊 不会啊 我 就是我太冷了了嘛 不管两人在细节上有什么出入 小姨动手打父亲 就是不应该 可是小姨在此之后 却并没有收敛 为了要胡扣本 她竟然在孩子上学的世上 打起了主意 并且害得孩子差点失学 因为小孩子 主要一号要开学 主要问他 我说小孩要上学 我的意思就是要为你要钱了 是不是啊 没钱 别去读书 那这孩子上学了吗 我送了学家 钱谁出的 我出 那这个孩子不仅要你们管 还要你们养 对 他会给钱 别人不要讲了 感冒干什么 就不要谈了 一个夏天 自己有西瓜吃 高温天气 没有买一块西瓜过来 那个两个小孩 生活费我每个月都给了 每个月可能平均下来 一千一二是有的 刚刚爸爸说的这件事 没有像他这样说的 那刚刚爸爸说的 关于孩子读书的这个事 读书这个问题是这样 那时候是快到要上学的时候 要报名的时候 因为我老婆 她是春节过完 她自己一个人偷偷走了嘛 我说要不她回来 要不就是直接离掉 你离掉小孩 我无论如何 我会让她读书啊 这些我肯定会承担下来的 所以我不想这么不明不白的 我说你给户口本给我 我和她的事情解决了 再读书 你是拿这个来谈条件的 你不给我户口本 我不把婚离了 孩子读书的钱我就不给 是的 我就给她读书 拿你自己的孩子跟你的爸赌气 如果户口本我自己管理的 我最喜欢我肯定会安排好的 不行的意思是 她不给你户口本 就是怕你去离婚 她想帮你挽留这个家庭 她这样做好像一点效果都没有呀 毕竟我老婆她是 她又没在我身边 一直在外面的走掉了 小艺先生将责任 一股脑地推给了妻子 我们注意到 她说这番话时 尝下她的妻子小艳一脸不屑 为了更好地弄清事件的真相 我们决定请上小艺的妻子小艳 想必她也是憋了一肚子的委屈 刚一落座 就开始声泪俱下地向我们讲述起 她离家出走真正的原因 我去考虑上的时候 她一直不给我打电话 然后有一天我打电话给她的时候 有个女的结 我从来没想过她会这样 我说她 她不会这样对我的 后来她睡着了 我翻个手机来看 那个女的给她发了信息说 你不方便 当时我真是真的傻了 从来没有想过她会这样对我的 然后我就跑了 我就跑出了门 然后她一直 一直这样的嘛 我也有挽留过她 然后她一次次的对我 越来越不尊重 越来越不尊重 她都这样杀了你 她的心根本就没有你 你要和她怎么过 你的意思是 你也想选择离开了吗 是的 我也想选择离开 我和我老婆就是一直以来 关系并不是很好 所以我这次 我竟然找到我喜欢的人 我喜欢她在一起 我肯定会有所作为 老一先生 现在儿媳妇这个态度 我也媳妇是个好 都是做出她思想工作 她自己改变一个思想态度 自有完结的欲定 老一先生 此刻依旧期望着儿子 能给儿媳妇道个歉 求得原谅 重归于好 而不是盯着户口板 要拆散这个家 看得出来 老一先生是一片骨心 表面上 他是护着家里的户口板 实际上 他是在护着儿子的婚姻 可小一却无动于衷 他这种对婚姻 不负责任的态度 让我们的观察员 感到了十分气愤 宗阿姨率先拿起了话筒 当你说到 云找所谓新的感觉 新的幸福 错 你没有这个权利 你有权利 和你的妻子解决问题 是离 是分 这是你的权利 你没有权利 在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之前 到处惹是生非 儿子看起来 要把户口牵出去 要独立 但是 你是否 是一个真正能够独立 能够 让人放得了新的儿子 打问号 厂上的小义 我想告诉你 你是两个儿子的父亲 一个才四岁 是吧 一个才两岁 你在这里振振勇持 我就想批评你 假如说你真的是个男人 就得为你的儿子担责任 假如说你是个丈夫 你就得像个样子 你爸爸也许这个户口 他没有及时地给你 但是 这个户口的背后 一个是担心 我的孙子 不能再去受苦受累 一个人不能太自私 你只是仅仅想到的是自己 想一想 今天你26岁 跟你的父亲坐在这里 再过20年 也许你父亲坐在这个位置 可能就是你的位置 你的位置就是你儿子的位置 小义 我希望你冷静下来 想一想 为孩子担起责任 面对廖阿姨和宗阿姨 苦口婆心的劝书 面对妻子小燕伤心的眼泪 小义依旧不为所动 她只是轻描淡写地 吐出了这么一句话 本身两个人一点感情都没有 都没在一块了 所以离婚真是必难的 老义先生见儿子执意离婚 也冻了气 可他接下来话风一转 把矛头指向了今天没有到场的另一个人 他的前妻 也就是小义的亲生母亲 他情感出问题 情形发明也是在他母亲身中 老义先生说 正是有了前妻的支持 而这才能无所顾忌 坚定地闹离婚 小孩上学样的啊 我这里问他小孩上学 没钱 不要上 刚好是过一个月 他母亲 就拿钱来给他买个小汽车 我当时就是这样算 你买车有钱 小孩上学就没钱 好 这次还一个例子 就是 12月16号 他出了一间插车 送到居留手去了 这样一种状况 又对儿子的婚姻 走到今天这一步 你觉得有关系吗 有 有什么关系 你小心他 他感觉后面有后队呀 支持我 去年他们发生感情 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从事他给我讲 我带一个孙子 他带一个 成全他们两个离婚 我前期 跟你说的 你就说在这件事情上 妈妈的态度是支持儿子 对 我妈知道我 我犯错这个事情 我妈 她也是骂我的 因为毕竟有小孩这样子 没有像我爸爸这样说的 说一直说支持 他说前面买车这个事情 是这样子 我跟我妈打电话 我叫她借钱 我说 就是因为上班 我们上班 晚上一般都不用加班嘛 我说有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跑一下车嘛 就是赚点生活费 为了生活过好一点 没有说 买给我玩 我在居留所这段时间 就是我审慎 联系她房子 给我妈说了 就是说有个房子 然后小孩以后上学都在城里上 对一个学习环境会好的 然后才叫她拿护货本 但是我爸她不给嘛 后来我出来 我妈跟我说起这个事情 我也跟她说 因为毕竟都是为了小孩好 我问她要护货本 她也不给我 在她心里 她肯定感到很自卑吧 因为她年纪这么大了 到现在也是一事无成吧 自己没有能力办的事情 也不想别人有能力办嘛 我都是我妈生的 我妈肯定是希望 自己的儿子过好一点 包括我对我儿子一样 也就希望他们过好一点 是不是啊 就这两件事情 在你看来 妈妈都是为了 你可能后面的生活 去做打算和安排 她就这个就是用金钱 不用了 给儿子买汽车 给儿子买房子 是不是 这是谁啊 我是她的女儿 这就是一个 这话就是在那里 说明明是这个事 我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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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易 厂下的小易姐姐 为何突然如此激动 老易先生提起她时 又为何一副 痛心疾首的样子 这其中 似乎还有重重的谜团 我们决定 将小易姐姐请上场 今天过来这里说 了解这个婚户的问题 然后我没有想过说 扯到我妈这里 但是她一直要把我妈 这样揪出来 小易姐姐向我们解释说 她刚才的激动情绪 都是受不了父亲 对母亲的指责 在她看来 母亲在弟弟的婚姻问题上 毫无过错 她你说她拜金 她如何去拜金 怎么去拜金 我妈妈也不是一个富婆呀 我妈是稍微有点钱 但是她有钱 都是付出在我们两个身上 我审舍说 那有个精进试用房 就60平米 给她弄一个 到时候小孩子读书的话 就不会说 在乡下的话 那么辛苦 要跑那么远了 就我跟我妈 两个人凑一下 也就可以是不是啊 也就是 只希望她们过好一点 没有说想要说 她们用钱去收买她的心 希望怎么怎么样 就是说上次 买车子这个事情 我妈是不答应的 但是我是也是希望 她条件过好一点 我弟弟 因为毕竟下班之后 她就是玩 然后她就说 跑个弟弟 我说哎呀 你终于懂事了 我就跟我妈讲 那你就借给她 然后去买一辆车 也就是说 在这些事情上面 你和妈妈都是有分寸的 你认为 对 那关于弟弟后面 就是感情出问题 妈妈有跟你说过 她的想法吗 是像爸爸所说的那样 她其实都支持弟弟离婚的 我妈妈不支持这个事情 我妈就是说 你们自己过的生活 你们自己过好 你说了儿子 儿子也不听 你说我弟弟 我都不知道怎么讲他 我想问一下 妈妈怎么会有 妈跟你的联系呢 妈妈有她的联系 是去年我听妈妈讲过 说她有她的QQ来加她 就是加了 没有聊过 因为我跟她讲过 不要聊 就是四月份的时候 我老公嘛 就是带那个女的到她 到我婆婆那里去 我婆婆是在福建的 然后我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事情 他们已经到了 早上快要下火车的时候 我妈才跟我说 她说天哪怎么办 我弟弟已经带着那个女的 就竟然过来了 我说不要去理他们两个 然后我妈说 他们来都来了 继续看一面嘛 所以这件事情 可能会给小燕造成一定的 对 所以她 你自己想一下 我和她是合法夫妻 到现在她都没带我去过 你说有什么想 这个但是你也不能怪她妈妈呀 那时候 那个我老婆她也没有 跟我在一块嘛 就是 那为什么一直会说 我不跟你在一块呢 她没跟我在一块 小燕 小燕来来来来 搞清楚一个前提 你现在是有婚姻的人 小燕是你的妻子 我还用考虑她吗 那你自己 在你身上找问题 我为什么不和你在一起呢 你的前提是因为 你的感情出问题了 不是小燕 她要离开你 因为她 因为 因为她过来我这里了嘛 我就带着她去 福建那边找工作嘛 后来我到了福建 我妈又叫我回去 她说 到这里会给她造成不好的影响 然后我又带她回来了 此时我们感觉到 小燕和她姐姐 一直在坚定地维护着母亲 对父亲 反倒是颇有怨言 因为在小燕姐姐看来 父亲藏户口本 就是为了控制她和弟弟 害怕他们投奔母亲 我觉得她吧 就是有一种那种 控制于 就想把我们 我跟我弟两个人 全都掌控在她手上 小燕姐姐说 父亲一直对母亲有偏见 而这种偏见 由来已久 因为当年她们离婚时 就结了月 十几年来一直被解 这个离婚是为什么 我95年 我因为我们掏了7000块钱 买个手术还记 我是小庄 看醒了 我出狱出来 是不是没钱 穷了是不是 举业的原因是我穷了 现在开始是我穷了 她会说我妈嫌她穷 如果嫌她穷的话 也早就离婚了 特别要等着她出狱的时候 去那个 我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对我是怎么样子的 我就能想象他 他对我妈是能怎么样子的 因为他的情绪化特别的大 外面有事情 说不得 错了 说不得 多说两句 就是暴力 就是打的 这个东西打得鼻气脸肿 这是所有人都看得到的 就关于在离婚这件事情上面 你认为责任更多的也在你爸爸身上 对 我不承认我一家道 我也不承认我一承磨 激动的沉睡 93年 我们在广东核园 总共30多人在这个山上做事 在做事过程当中 我已经就被我累伤了 30多公分的木头 我一个人靠 把胃压伤掉了初选 微初选 就是在7月份开始 老板也勾引他 放屁 你看到没有 这是我暴力 这是他的暴力 这个家都是因为你 你知道吗 你现在还来说我妈出轨 53年出轨的事情 就是这个 95年后来我自己出事 我出去出来 自己没钱 穷了是不是 你一直都没钱 你一直都很穷 都是外公外婆接近你的 你知道吗 他们离婚肯定是 他们大人 这件事情 只是你离开之后 两个都各自过得 他们好就行了 我姐也不太了解 我也不太了解 万一她说错了 我爸心里面 肯定也超级难受 是不是 因为他们离婚 肯定离开 肯定各自有各自的好事 可是问题是 现在他已经扯到妈这里了 扯到 他说妈嫌他穷 才给他离婚的 他对我们这个样子 完全都是 说是我们造成的 你这个样子 也是说我跟我妈 两个人造成的 你现在 你到底是坐在哪一方 你根本就搞不明白 自己在想什么 我一直都说 你为什么这么傻 我知道 我很明白 你明白什么 我当然明白 你是天上掉下来 石头爆出来的 我不是 我不是 不是什么 我不是 我一直都跟你说 我说你是个主人 各位老师 你们看看她发的信息 来 看 别激动 这个是小一姐姐 跟爸爸之间的聊天 这里面确实看到 两个人的这个微信内容 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念出来 互相的指责 甚至 说的都非常的不火 都没什么好话 这么些年讲话 我们都是这样 其实拿这种出来看 一点意思都没有的 为什么我妈这个人说话 她就是这样子 我和我姐姐如果说说了这种话 也是跟她学的 我不想说 这个是我发心 她污蔑我妈我就不行 你知道吗 就真的受不了 然后是她 她们两个人继续这样 小姐到此结束 你们两个不要太 放肆在这里 我已经对你们两个太客气了 小姐进行到这里 我们心中有了许多疑惑 小一姐弟与老一先生 如此激烈的争吵 难道仅仅只是为了 拿回一本户口版 自幼跟随父亲生活的他们 为什么又会表现出 对父亲的 不尽啊 似乎好像 儿子女儿虽然跟着你长大 但对你的意见特别大 你为什么会是 今天这样的一个状态 她们姐妹的两个本性 半斤主义她就是 我没钱 我前妻有钱 老一先生说 女儿如今与她这般疏离 敌对 也是前妻所致 前妻自打离婚期 就一直在拿钱 收买两个孩子的心 像我女儿 在读初一的时候 全年级出一班 八个班 全年级的 明年 前四年 那个时候他们上学 三块钱到五块钱 我们那个时候的条件就是这么 她妈妈一既然出现之后 上初中的人就有银行卡 她说的就是 我的钱是老妈妈给的 每天呢 每个星期前不回家 学习情绪一种化下 化得很老鼠 你要看你觉得什么环境 导致了你的成绩 是我自己办的 因为我妈给我钱 我有一次给我的钱被偷了 然后我妈又给我钱的时候 我就办了一张 然后她说 每个星期会给我们三块五块 我弟弟也坐在这里 你问我弟弟 我们有没有拿到 从来 从我们去读书 每个星期不会给一毛钱 还有一次 你知道是什么 我弟弟感冒发烧 那个钱欠的诊所的 他不给 而且我当时 我这个腿上这里 这一块肉烂掉了 我打了三天盐水 就我们两个加起来 一百多块钱 我爸爸也不给 这样弄得我真的很难受 每到晚自己 静悄悄 大家都在做作业 然后就突然就把我叫出去 我就心里就很害怕 后面我妈给我这个钱 把它给补上去了 医药费这个原因 我解释一下 怪是怪他自己 你说是精进有病 为什么又不打个电脑 家里坐机有 那个时候没手机 你为什么又不通知一声 这么一点点大的小孩 可以到外面去欠账 去欠 你精进是有证明危险 老是非通知我 是不是这样 现在就是我还是说 他母亲有钱 为什么他们现在就是 攻击我一个人 你觉得就是因为 他妈妈有钱 没有说攻击你 他母亲 谁坐得好 谁坐得不好 多心有 所以说给你买车 买房 真功了 他说买 小时候没管到 现在来补偿 就是这个意思 无论儿子女儿如何解释 老义先生认定了前妻 就是在用钱买爱 背负着爱孩子的美名 实则是将孩子推向深渊 而他命可做恶人 也不能让儿子 重蹈他的负责 我拿着那个户口本 我这一切都为他自己做习 不是为我做习 我就是在婚姻上失败了 所以我现在就是说 不能让他再失败 在这一点上把这个户口本 装作了 小义姐姐对父亲的这份 情深义气表示很不信 她说父亲藏户口本 根本就不是出缘爱 因为同样的事情 她也经历过 像我去年买房的时候 一样大款的话 就要户口本的 我问我父亲要户口本 他也是头一天说得很好 说给你 第二天就开始就不给 为什么 没有任何他就是不给 你的户口也是在爸爸一起的 去年10月8号之前是在一起 10月8号那天就把他签出来了 我也费了那个 反正 小义先生想尽办法都拿不到 那本户口本 小义的姐姐又是如何拿到的呢 去年我这个户口本是怎么拿到的 我跟我同学也就是年纪一个月不到 然后我们也是当时也是看 开玩笑这样说结婚 然后后面想想就也很行吧 反正年纪也这么大了 我已经26期结婚也可以 问他拿户口本 他答应说10月1号回来这商量 好去年10月1号回去商量 然后又说离经的钱 离经钱给他 他才给户口本 户口本还不是给我 给谁 给我那个男的 他母亲 是给他们的 民政局上班之后 把那个结婚证办了 然后再去他就说 我就把户口给签出来了 你是趁着拿了这个户口本 打结婚证的这个空档 把户口签出来了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签出来的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这户口签不出来 对 户口签出来之后 我就马上 我也跟他说了 我要离婚离掉 他要退理金钱 那个男方家 原原本本多少钱 我全部退给他 因为我知道 我退不住他 因为是我理亏啊 你说这个话的感觉 好像似乎你结这个婚 就是为了拿到户口本 我是这样的想法 我是这样做的 我这样我是很龌龊 我不仅是说 害了别人 我还害了自己 造了这么大个圈子 就是为了拿到 那个户口本去 对因为我去年 过年的时候 我大款办不下来 我想办法抽钱 付完了全款是吧 那我没有户口本 我怎么去办这个 房产证是不是 房产证也拿不到 我就只能说 就这样将就 管他错就错了 我不想跟他闹下去 不想跟他纠葛下去 他是 9月10几号 打了电话给我 他说 10月1号也结婚 要登记 我说你这么急 我说我们做父母亲的 不知道怎么样 你也要我们看一眼 这个男的高矮 碰完色我都不知道 是不是 你没见过 我死没死 你都不管的 你现在还关心 那个男的怎么样 我们没办法讲 不是 再一个 这个男孩子 也没打过一个电话 再一个 他男孩子父母亲 按理来 也会跟我们沟通一下 就连个沟通都没有 我也没所不给 对不对 你是希望按照程序 对女儿负责任的态度 对对对 等一下 我问一下小易姐姐 小易姐姐 你结这个婚 你都没有跟父母沟通过的 我们跟他说 叫他说 11月1号 说回来一下 那就谈一下嘛 他今天说回来 明天说不回来 一下说我会给你 一下说我不会给你 所以让我们所有人都很焦急的那种 所以我的心里 我不知道他到底会 本来我们可以说 现在说得很好 然后他等一下的时候 他又不行了 小易姐姐 就是这样 我可不可以这样问你 在这件事情上 是不是你想得过于严重了 要用自己的婚姻 去换取一个户口本 不需要 不是不是 他这个人 其实我说实话 我猜测 他就是要钱 不就是钱吗 换一种方式 我不是直接这样给你 就换一种方式给你了 给你 你不要打扰我的生活 对啊 确实 这样给到他之后 我今年很平静 我非要他的钱 我跟你讲 他这个三万多块钱 我现在存在呢 我女儿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用自己的婚姻 终生大事 来换取这个户口本 这是叫自如于事 当你知道女儿 把户口牵出去了 牵出去了 我一直我还不知道 户口本要寄回给我了 后来他把户口本一寄回来 我打他一看 才知道牵出去了 你当时什么心情 心情我又没说什么 说到我就打了个电话 那个男朋友 我说你等我把户口牵掉了 你牵掉也给我打个招呼 是不是这样讲的 但是我一句话没讲 我就这样 你能不能再编一句 我一直是怪我自己 没有管理方法 不是你为什么这么在乎 这个女儿的户口要不要牵出去呢 如果她嫁了人牵出去 这也属于正常的事情 是正常的 你为什么要难过呢 我这么不被难过 人家的女儿结婚 住在家里 风风光光结婚家属 我们的人呢 叫做偷鸡摸狗样的 我们乡下是这样 结了婚之后 才回来把户口牵出 把户口正确 做法律情绪来说是 做活法附近 但是农村那算是还一个半九十一 懂得吧 我要的她这个三万多块钱 就是半九十一的钱 你是觉得没面子 对 就这个原因 没有别的原因 对 就算事实如老易先生所说 她只是担心女儿 在婚姻大事上草率决定 而藏起了户口板 一切都是妇女沟通不足 而产生的误会 可错以酿成 小易姐姐对自己 以及对前夫造成的伤害 也是永远无法抹平的 一家人在户口板的问题上 可谓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小小的一本户口板 竟牵出了如此多的恩怨情仇 实在是令人唏嘘 而调解还在继续 在明天的调解中 往将现场连线矛盾的焦点人物 老易先生的前妻 也就是小易姐弟的亲生母亲 她会如何看待前夫与儿子之间的 这场户口板之争 她是否支持儿子离婚 她对老易先生又会作何评价 人家说天时地利不若能和 你是自己做人的问题 小易姐姐又为何突然情绪爆发 愤而离场 老易先生的大家庭中 横跨二十年的恩怨纠葛 以及小易先生小家庭中的爱恨情仇 我们的调解员观察员们 又该如何梳理 如何解决 老易先生能否如愿保住儿子的小家 他和前妻的恩怨能否落幕 他和子女之间的积怨又能否化解 小易和妻子小燕之间的婚姻 最终会走向何方 一切谜底尽在明晚的金牌调节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